好的 同学们 我们看一下第九题 说以之非零字案数AB之差为120 它们的最小公倍数是它们最大公约数的105倍 那么AB当中较大的数是多少 这一题就是我们的约数倍数问题对吧 那在这里我们不知道AB的话 我们要表示出来 我们通常用的是它的最大公约数来表示 那在这里我们来观察一下 比如AB这两个数 如果它们的最大公约数 比如说假设是Q好吧 那么这个AB其实可以用Q来表示的 可以用Q来表示的 明白什么意思吧 好 比如说A我就等于比如说NQ 而这个B可以等于MQ 其中我们这个N和M是互质的 是吧 这是我们常用的表达方式 能理解吧 它们最大公约数是Q 然后它们这两个就可以用最大公约数来表示 它是最大公约数的肉干贝 它是肉干贝 其中这两个N和M是互质的 OK 然后根据它们的差为120对不对 是这意思吧 差为120就是N-M乘以Q 是不是等于120 当然在这我假设A比较大的情况下 没有问题吧 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 那在这里三个位置数 一个方程根本就解不出来对不对 它还有一个你没用 105倍 它们最小 最大公约数为Q 那最小公倍数我们就能出来 最小公倍数就是这样是吧 AB应该等于多少呢 应该等于NMQ 是不是 它等于多少呢 不知道 反正我是你的105倍 说明N乘M是不是就105 所以说这个NM就等于105 是不是这意思 去用NM互质吧 我们根据这两个方程 三个位置数没关系 我们就只能知道 解出来了 我们怎么分析呢 通过这 因为为什么 一个再简单 相当两个数相乘105是不是 它是互质的 我们知道可以是1和105对不对 对 1和105 好 我们来简单写 它可以是1和105吧 可以3和 3和35对不对 可以谁呀 可以5和21 还可以7和15 是不是这些 互质的 就两两互质 互质对吧 对啊 难道都对吗 No 你现在这些两对 两个相乘等105 但是你还得满足这个式子 怎么满足呢 它们两个的差 应该是120的约数对不对 我们简单看一下 你看这两个差是104 104怎么可能是它的约数 对不对 对啊 对吧 乘以Q也不能等于它 是不是 好 那32和35对吗 32 它们的差是32 32也不是它的约数对不对 对啊 好 这个对吗 等于十几 16 16是它的约数吗 不是 也不是对不对 也不是 那7和15对吗 就对了 7和15的话 它们差是8 8是不是刚好它的 就是约数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 N和M呢 分别是15而7对不对 嗯 那Q等于多少 这个时候呢 它能差是8 8是不是乘以15 对啊 Q等于15对不对 那最后我们就发现了 在这 N等于15 是吧 M等于7 Q是不是又等于15 15 是这个意思 那最大 两个是较大的话 你看上吗 是不是N乘以Q N是不是15 Q等于15 是不是225 对啊 所以比较大的数是225 没有问题吧 嗯 比较小的一个数 那你就知道 应该是7乘以15的 105是不是 嗯 好 这个题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不算特别难是吧 主要同学们算于用我们的 最大公约数来表示 这两个数 然后一说字母来 就没有问题了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它的分析过程 我们看一下 嗯 好 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它字母用的跟我的还不一样啊 它用D来表示 这大公约数 没有问题 是吧 嗯 好 大家看一下文字啊 看一下文字 就可以了 这里写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较大的数呢 是225 好 这是我们的第九题 你做对了吧 嗯 下面我们看一下第十题 也是我们这份事件的 最后一道题目了 我们来看一下 说一群学生进行篮球投篮测验 每人投十次 按每人进球数 统计的部分情况 如下表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啊 它是部分的 你看 进0个球了 啊 竟然有7个人 这这这这 这人也 他他他太水了 是不是 还没我厉害 进1个球有5个人 进2个球有4个人 进3个球呢 哎 不知道 不告诉你是吧 进8个球的3人 9个球的4人 10个球的1人 这这也太厉害了 而且进球数 还知道 至少投进3个球的人 平均投进6个球 投进不到8个球的人 平均投进3个球 问共有多少人参加分野 这个题读完 我估计有80%是晕了 没读懂 特别是后面这一串话 是不是 是要口令似的 对吧 题目一遍读不能读两遍 两遍读不能读三遍 三遍读不懂 那你别做了 是这样的啊 真不开玩笑的 不懵人啊 不懵人啊 硕认老师很老实的 不懵人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观察 再看 主要是看这句话 对不对 进球数 还知道什么呢 至少投进3个球 什么叫至少投进3个球呢 3个4个5个6个 是不是 对啊 在这里的话 投进0个球 一个球两个球 这不算了吧 至少投进3个球 是不是这一部分 对啊 诶 这一部分的人 平均投进6个球 是不是这意思 嗯 诶 我知道这意思了 有点着陆了 看再看 投进不到8个球 不到8个球在哪 这是8个球 9个球 10个球 不到8个球 是不是就这边了 对啊 诶 这怎么 真好玩 是不是这边 就这边的平均进球数 是3个 对不对 对啊 他身边逛了多少人 是不是 嗯 当我们可以列方程 是不是 嗯 我们是可以列方程的 那怎么列方程呢 对啊 当我们可以 假设他有x个人 对不对 对啊 可以吗 如果我设有x个人 设有x人参加 是不是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列一下 那有方 有x必须有等 等式 对不对 嗯 根据什么列 列等式呢 他们的总进球 是不是 总进球 不管你怎么算 他总进球 应该是固定的吧 嗯 什么叫总进球呢 比如说进球 8个的有3个人 是不是3乘8 对啊 24个球 我们可以这样来吧 嗯 那同学们讲 有x个人参加 我们说先看这个话 圆形部分呢 这部分是什么呢 投进 投进3个 至少3个球的 是不是这一圈 对啊 他平均进了6个球 对不对 嗯 那这边有多少个人呢 是不是x减去前面的人 对啊 减去7 减5 减4 这边是不是有这么多人 嗯 这么多人 他们平均进6个 是不是乘以6 乘以6 这是总进球数了 对啊 但是只是这边的总进球数 对不对 嗯 要是整体 是不是再加这边的进球数 这边进球数 是不是0乘7 1乘5 2乘4 再加什么呢 来我们写 0乘7 再加1乘5 再加2乘4 这是不是总进球数 对啊 刚才我是根据这边来算了吧 嗯 我能不能根据这边来算呢 嗯 可以 如果根据这边来算 总人数是不是x个人 对啊 那么这边有多少个人 是不是减去3 4 1 对啊 下面这行是人数啊 看到了吗 嗯 那减去 3 减4 减1 是 就是投进 怎么样 不到8个球 的人数吧 对啊 平均进几个球呢 这3个是不是乘以3 嗯 好了乘以3 再加上什么呢 加上这边的进球数 对不对 对啊 这边进球数是不是 你看 刚才我们的画方框 是不是到这里为止了 嗯 哎 别晕啊 到这里为止画方框 是这边球 是8×3 9×4 10×1 好 再加什么呢 8×3 9×4 10×1 是不是加起来 嗯 这是加号 我可能写的像乘号了 是吧 加号 这也是加号 那么这两种算是 都是总球个数吧 对啊 一样的相等 所以x就能解出来了 嗯 这要提醒你办了吗 嗯 这要提其实我认为 关键在于读题 读总题了 然后抓住 总进球个数不变 是总能说为x 是不是就能出来了 嗯 这要提还是 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对不对 尽管它不是特别难 但是对于我当年来说 已经觉得特别难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解力过程 好 大家简单来看一下 这我不挡大家 好 让这 你看 就是说让它化解以后 是不是让这个 跟这个相等 对啊 x呢 我们就解出来了 好 i等于43 受求有43人参加测验 好了 那么这条题 你做对了吗 好 那么到处为止呢 我们这个试卷 就跟同学们分析到这里 而我们整个课程 就是我们的 这个学期的课程呢 就同学们 就跟同学们学到这里了 那么这个学期呢 跟同学们在一起上课呢 朔晋老师和古增老师 觉得非常的开心 那么 希望呢 希望呢 我们在 接下来的课程里面呢 还能跟同学们 再次相见 那么同学们看我这个课程的时候呢 很可能是在春节期间 对吧 那摄晋老师呢 在此啊 借这个机会 祝屏幕前的各位同学家长 全家 春节快乐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